來看高雄修江基町附近的公車站 說設計的這塊板車堂的分界堂 上面 如果走過這麼危險 你會帶走的地方 或是單車的椅子 都沒有 讓我給大家分享 晚餐 媽媽帶孩子走在真的分界堂 上面 兩邊機車跟汽車一直晒過 看起來有一點危險 但他也沒辦法 因為公車站牌就設計這個分界堂 上面 這是高雄修江基町附近 行政局的公車站 作為國際文明 附近的站牌 雖然帶好東西跟椅子都沒有 其民看不下去 每次椅子 給單車的人坐 但這樣沒有優先的站牌 不只一個 其中公正 對民的站牌一樣很漏氣 站牌用鐵線歪歪 扣在電波調點管 旁邊的鐵椅子也是其民 一直放的 讓民眾煩惱 單車是大的安全 真的很危險啊 所以不適合椅子 不適合放在這邊啊 那由於淨淨二路目前是沒有人行到的設施 那一樣也是受限於空間的一個局數 所以說目前是沒辦法設置相關的一個後車設施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緊述來邀請各黨員來做現看 各鄉市高通局改正 修港行政局站跟基町共站 一樣都是因為沒錢的路行犯罪 所以沒辦法設有椅子的單車設施 但已經在整月買半站點 高通局也落修改正 總共一百五十一的 一樣沒有優先的站牌 向沒有將會發的方向打拚 基甲單環物構建準格向北斗